哈喽大家好我是林海洋 来科技改造人类 人类在改造科技 好人类的基因到底有缺乏什么 而且人类不能长生不老呢 如果你上了火星以后 火星的元素加到人类的身体里面来 我们会不会长生不老呢 最近的医学没有办法完全的突破 到底为了什么 有听过火星男孩吗 好那如果你有听过的话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探讨的就是火星的未来 我们来看一下太空科技暴涨 火星探索 预言将进入全新的新纪元 科技改变了这个世界 科技改变了所有的人类的生活形态 科技也改变了太久换新 如果你不长进 你没有知识 你没有科技 你完全没有办法跟这个社会搭上边了 所以呢老一代的人每天都说 我都不会玩手机 我现在学会手机 你看他多开心 学会手机以后他可以跟人家加赖啊 用微信啊 然后呢他也不用担心说 啊我就是在太空之外的旅行者 对不对 在太空之外的旅行者就是很孤单嘛 对不对 所以呢你根本不会回到这个世界来嘛 所以我们是不是需要呢 人类呢未来会不会因为火星的元素呢 而能够呢让人类继续生存的更久呢 好我们要先讲一下呢 有人在探索那个火星男孩 那我们先讲 火星男孩到底真的存在吗 我觉得是讲故事比较重要啦 这个听故事的人就是你知道大家就看戏嘛 你知道讲戏的人是傻子看戏人是大傻子 反正就是这样子 两个傻子碰在一起就是什么就开心嘛 好你讲的人也开心啊听的人也很开心 我都觉得就是讲故事呢他讲到生动栩栩如生 那听的人就是入迷到都快睡着了 就觉得他像是真的 所以呢你编故事呢编剧不就这样子编吗 是不是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YouTube上面呢 有很多呢讲火星男孩 讲火星的事情 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做一个探讨咯 如果海洋老师跟你们讲故事 你们会听吗 在下方留言 好谢谢大家 24小时39分钟 来我们来看一下火星 到底呢 地球的恒星跟太阳日则分别是 23小时56分钟及24小时 再比较是下火星太阳日等于 1.027491地球太阳日 这样大家听懂了吗 它的比例是1.027491 1.027491代表什么 时间是差不多的 好那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呢 一天我们是24小时 那即使呢比地球太阳日常2.7个percent的 几乎是一样 曾经的火星真的可能是地球吗 好现在大家都在探测火星 火星的能量到底是什么呢 火星是很冷的哦 不是很热的 它顾名思义叫火星但不是像太阳一样的能量哦 它是冷的 冷到极点的 而且是零下多少度呢 等一下会告诉大家 好我们来看一下呢 根据地球自转的周期呢 哎那可能是地球吗 我们可能是来自于火星的生命吗 所以有火星男孩这个故事出现了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过着一天24小时的生活 这是铁打不变的规律 但科学家通过试验证明在我们的大脑的生物中里呢 一天并非24小时 而是25小时或者更长 其实你要多长就可以多长 你觉得我一天28个小时也可以 那是你的感觉吗 对不对 好但是实际上呢 它的规则就是24小时 好一年就是365又十分之一天 它没有办法变化的 它是固定的 这个地球的自转公转都是这样子的 好那所以我们呢 在这个宇宙的星球九大行星 我们这个宇宙不是好 宇宙是浩瀚无涯的 我先讲一下 这个呢大周天里面呢 我们在一个小宇宙里面 并不是真正的大宇宙 所以呢我们的九大行星呢 不代表呢永远的行星的存在哦 它可能会加入新的行星来跟我们干燥 也可能加减少的行星哦 也可能哦 好那当然所以也有彗星撞地球之说 那火星男孩之说嘛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到底 火星真的有过人类的生存吗 所以呢那么为什么在人类的进化过程当中 没有形成20小时的生物中呢 好一种猜测是在人类诞生的早期 并不是来自于地球 但是人类的体质跟地球是一样的 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 好人类的头发是什么 就像我们的树木 人类的血液加上我们的水 就是跟海洋一样 人类的骨骼就像我们的道路 土壤一样 人类的肉体就像我们的 所有的 我们的皮肤 我们的骨架 就是跟土地一样 跟山一样 骨架就是什么 骨架就像山一样 山是不会移动没有错 但是人类呢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他所有生存的条件 生存的条件都跟地球是一样的 好那地球一样的话呢 你看哦 人类有什么 有智慧 地球有没有智慧 地球当然有智慧 为什么地球有智慧 我要等下跟大家讲 火星有没有智慧 火星有智慧 好那你觉得星球有智慧 对不对 好星球的智慧来自哪里 宇宙的变化 没有错 那为什么他能够固定的 这些球能够固定的 自转或公转 而且呢他是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几千年几万年几亿年 都是这样子呢 是不是这件很神奇的事情呢 那人类可以用脑 来开发所有的跟生活有关的东西 甚至呢能够复制人类 不是有机器人存在吗 以后将来可以大量复制人类 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 现在的复制人可以讲话 他眼睛会动 会感受到你的爱 感受到你的愤怒 未来呢 火星男孩如果真的存在 那么我们早期的文化 应该是在火星上面 对不对 那全新纪元要开始 好 由于火星呢 太多跟地球相近的地方 时差一样 甚至更准 而且呢 形成生命初期的必要元素 只有火星上才有的 更有稀有金属 火星上的稀有金属呢 是人类上 我们地球上没有的 也是只有火星上才能得到 因此火星探勘带回来的物质呢 将会给人类不论是生物科技 还是电子科技 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 那么呢 有可能了解生命起源 如果在医学进程上呢 治愈各种疑难杂症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长生不老嘛 不需要长生 不需要到那个长白山 去采那个长生果啦 是不是 你们觉得呢 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很想到长白山去找一个长生果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 你知道吗 在越冷的地方呢 其实生命迹象是越长的 你看喔 那个鱼喔 冰冻在那个冰窖里面的话呢 它可以存活的 激动的冰 激动的鱼 虾 蟹 你看我从阿拉斯加 有人寄那个 那个什么 大螃蟹给我 他们从阿拉斯加寄那个大螃蟹给我 你知道吗 坐了二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回来台湾 我收到的时候呢 解冻以后都活的 还有那个冰雨 哇 好神奇对不对 你会觉得它本来在冰洞里面 它会激动 激动它会活下来 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喔 所以呢 以前呢 有可能呢 在零下两百度的地方 是可能有人类生存的 我都觉得有可能的 为什么我刚才讲过那个鱼的状况给你们听 那鱼的冰洞在零下几度你们知道吗 也是一百多度耶 对不对 接近两百度 所以呢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呢 在那个情况之下呢生存下来 好 那我们现在台这个地球上面最冷的地方 就是南极 南极呢以前呢 格陵兰的上面呢 大概是零下75度 零下75度 80度左右都有可能生存 你看喔 有很多的鱼类 有很多的企鹅 有很多的人都生活在那个地方 它离南极很近的地方都还可以生存 75度喔零下75度 所以人越冷的地方 好你看日本比我们冷 对不对 还有那个中国大陆的那个 像是比较北方的地方 还有那个俄罗斯比较北方的地方 都是很冷的 比较靠近南极地方都非常冷的 那非常冷的地方呢 他们的生存条件其实呢 都是很长寿的 长寿的 而且非常长寿 那我们接着下来来看一下呢 会 未来呢 这些带回来的物质里面呢 会不会在医学上面 对我们帮助很大呢 好但是这个世界呢 这个地球已经开始做了很大的一个进化 进化 而且要进化 我这样讲大家大概听懂喔 进化加进化 地球被污染的太严重了 需要进化 所以呢它现在在反扑 整个呢气象变迁在反扑人类的 太多人类了 太多人了 生太多小孩了 然后呢人类太多了 动物太多了 好不断的繁殖 不断的繁殖 把这个地球压的 让他们喘不过气来了 地球也要呼吸吧 对不对 然后不断的开垦 不断的挖 不断的在炭坎 不断的石油的炭坎 挖石油 然后把地底下的东西呢 不断的掏进 好 那像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呢 所有的物质呢 在人类的 这个努力掏空之下 所以呢它反弹了 整个地球再反弹 那一定要进化 那记得Codid Nighting 刚发生的时候在欧洲 欧洲所有的运河 没有 没有船只以后 没有运行以后 天空没有运行以后 整个天空变蓝了 不是灰蒙蒙的 所有的运河变轻了 河流变漂亮了 它就是在进化 它也需要进化 就是它太污浊了 整个地球太污浊了 它需要进化 所以呢我们需要的是全新的纪元 我们要进入全新一个新 科技新纪元 那这个科技新纪元呢 不是呢污染这个地球 而是呢 心灵也要进化 如果你觉得赚钱很重要 不 赚钱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钱是需要的 不是最重要的 所以很多人都错误的方向 喔羡慕人家 几亿豪宅 几十亿 几百亿 又怎样呢 他用的完吗 根本用不完 你羡慕他吗 住豪宅 几个亿 几十个亿 几百个亿 羡慕有用吗 他有九部豪车 三部 私人飞机 有两部游艇 那又怎样 他有那么多时间 真的可以用到这些东西吗 他有一百个名牌包 他每天都拿吗 你有十个包你都不会天天拿 我会拿的包就是那两个到三个 本来就这样子 对不对 你还能拿几个包 真的 所以我觉得啦 每一个人都要开始反思 要反思一下 拿个五百万的包 白冰冰小姐 拿个五百万的HOMAS包 那又怎样 是吧 所以呢 我觉得啦 就是人的生活形态 其实要自自我反省的 如果要走入一个新纪元 那科技的时代 也会让我们生活越来越紧张 压力越来越大 好 那我们讲到火星 科技方面有可能的开发出真正的虚拟世界 没有错 好将大脑意识 带人工智慧智能中 那将不再有时间跟空间的限制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 我想请问各位 这个是属于高智慧的人 高智慧人 才有办法生存的 如果你是一个低商智慧的人 你没有办法生存在这个世界的 对不对 劳力密集的社会是可以让每一个人生存 但是劳力不密集的社会是没有办法让这些人生存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都要用科技的时候呢 你觉得这个生存可以继续下去吗 我被迫要用到什么 要做要学会所有的科技产品 我的手机 我被迫要学会什么都要会 那不会的时候呢你需要年轻人帮助你 对不对 不会就自己学 我有一次手机当机在国外 很惨 我在上海完全不能动 你知道我摸索了两个小时 居然把手机开通了 你知道那一刻 让我感觉到 哇原来我也是个科技人 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是个科技人 整整两个小时还有一次在西安 也是这样子 整个晚上手机动弹不得 我搞了大概一个多小时 所有东西都帮我把它找回来 什么东西都丢掉了 里面什么东西都不见了 惨了 你要打电话找人 没有人 你要找LINE 没有找微信 没有什么都没有 所以你看有科技也很恐怖 也很恐怖啊 你知道我花了大概一个多小时 都摸摸吸摸摸 东西所西所 然后稍微 这边看一看那边看一看 然后每个页面都稍微找一下 他有些都是英文页面 惨死了 有些英文还看不太懂 哇 真的很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你想想看 你要一个年纪这么大的人 然后把那个手机都摸透的话 真的很很惨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 所以呢我觉得呢 我们现在做科技的 真的要做科技的 好那不过呢 我两次呢都很幸运就找回来 还有一次呢就是 那两次已经让我够惊悚的 那我想呢这个 但也可能 刚才讲说你是有虚拟的世界 但也可能就是毁灭的开端 对不对 你想想看呢 人可以复制 复制一个林海洋 然后到处都有林海洋 你们觉得会怎么样 然后复制你的老公 到处都有你的老公 你觉得会怎么样 然后复制你的小孩 到处有你的小孩 你觉得会怎么样 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不是吗 太可怕了吧 这样 如果能够复制的话 真的太可怕 好 什么东西都可以复制 唯独人不能复制 真的 如果人还可以复制的话 那太可怕 连声音 连表情 连神情 所以你看到 现在虚拟世界已经开始了 很多的政治人物 很多的艺人 很多的艺人 他们被放大到视频里面 然后说这段话是他讲的 其实他并没有做过那样的视频 然后呢 被移花接木 你觉得这样的世界会是怎么样 当然是毁灭的开端啊 那如果火星的元素加到我们的地球来 能不能让人长生不老 这比较重要 对不对 当然呢科技方面呢 有可能可以开发出真正的虚拟世界 但也可能就是 这个毁灭的开端嘛 刚才讲过 那人工智能的高速呢 发展也可能是 如终结者那样呢 成为人类的终结被AI给取代掉 好战争以后就用AI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啊 无人机啊什么呢 无人船啊 无人炸弹啊 全部都来了 无人飞机全部都来了 是不是 好那将来呢不需要人类啦 人类会不会退化 除了高科技以外 人类都会退化的 一定的 你坐在那边 一直都是在玩你的什么 电动 还有呢 你在虚拟世界里面生活 还有呢 你在虚拟世界里面 看到你自己 这多可怕的一件事情 有希望有绝望 但是呢 就是像 全新新纪元 要不要把这个 潘朵拉的盒子打开 还是把这个呢 神灯打开呢 如果这个神灯一旦打开来以后 人类其实不一定能够 接受一个全新的纪元 而可能是一个毁灭的开端 非常谢谢大家 希望呢 火星 它的温度会慢慢好起来 但很难 我觉得 除了地球以外 我们还是能够 只能够在地球生活 也希望大家爱护地球 我要讲的最后一句事情 就是 祝福大家在地球上都能够平安 爱护地球 谢谢大家 多关注我的直播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